9月7日新界冬,記得頭幾號嗎? 5號,長毛定然入 接著下距,下距是新界西大高 撐大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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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看精彩的片面 公民黨,是不是改了名字叫做功能黨 因為在譚香文的網站 有封信在去年,在今年的一月 就給了齊加強 提出有關報稅 所以就一定要由會計師簽了名 確定了 至為一個合法的報稅表 這個做法呢 全香港二百幾萬報稅人士 每人二千元就要給40億 會計師賺了 這些血汗錢 你們這些會計師、專業人士 剝削打工仔的 公民黨 特別是李章超雄 是不是支持和接受這個建議呢? 陳偉業 你好像退了區 我們現在是新界的 公民黨議員 是公民黨的會計界 你答不答 你是否支持這個建議 還是反對這個建議 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建議 我亦都沒有聽過這個公民黨的 公民黨的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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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作為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 就是好像還有一個湯家驊 湯家驊問了 為什麼你們這麼喜歡呢? 是一些和無關的事情 你就問一些其他人的事情 那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我們大家都是根據民主 你現在剝削打工仔的權利 要二百萬報稅的人士 是殘民以自肥 以40億的費用 你要從報稅人士那裡去 剝削出來 給這個回計師 就可以 大家看清楚 這些功能黨的真面目 功能黨的真面目 就是殘民以自肥 各位朋友 我自己搞了二十幾年政治組織 八六年 我有份創辦民協 八九年和九年年初 我有份創辦當時的港同盟 其後 港同盟和會點結合 組成這個民主黨 當時我在會大 是投反對票 還有在會大 我是哭的這樣說 我說這個是一個不民主的做法 因為當年港同盟和會點結合 是幾個領導人私底下傾店 而組成的 我當時說 這些黑箱造業的做法 是絕對沒有好結果 看了這麼多年政黨發展 再看這個公民黨 公民黨有六個現任立法會議員 我告訴大家 六個現任立法會議員 沒有一個是全職的議員 我當年退出民主黨的時候 馬田最多那天做主席 他明天走 馬田極力挽留我 我跟馬田說 我說你要找楊心做主席 楊心又要做立法會議員 又要做黨主席 又要教師 全職教師 我說你不是欺騙黨員 就是欺騙學生 你不是欺騙學生 就是欺騙市民 我說作為一個的政治人物 你要領導香港的民主運動 你要領導政黨去推動香港的民主運動 你的領導人 就要做少少的犧牲 我不是要他們學長毛去衝擊 去抬棺材 去坐牢 你只是拿少少少的辛辰 拿五萬多元 舊了 養家 但是 香港很多的民主派 發展到幾乎 做了二十年 他們這一幫領導人 完全 至今仍然是不願意 做這些小小的犧牲 我告訴大家 唯一一個民主派的政黨 可以作這個犧牲 就是社民 中文說了 他說社民連背了十七宗官司 跟著下來立法會 我們當選的 我們都會是全職服務香港市民 你不全職服務市民 你在開會期間 又要覆電話應付你的客戶 在開會期間 又要看法律文件 準備明天打官司 這樣的做法 有沒有能力代表到香港市民 沒有 你又要照顧你的功能組別利益 你有沒有能力代表香港市民 沒有 功能黨 直接淪落到 給政府意見 都要私下給意見 不敢代表黨 不跟黨談的 這就是功能黨敗壞的一面 所以我呼籲香港的市民 在這次選舉 看清楚 所有所謂這些民主派的真面目 社民連 這次選舉 一定要全職五隻好不好 全職五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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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擠藥符記 擠藥符記 全家總統人 全家總統人 好,我們接著下來呢 這區厲害,這區我們有兩個候選人 在音賞名單裡面 九龍西 陳一敏 陳李偉爺 全家衝突人 壓抗爭取 全家衝突人 壓抗爭取 好,我們去一套片看看這個 精華的片段 你不應該參加功能組別 你更加不應該落枝不疲去參加功能組別 旅遊界、法律界、會計界、工程界 飲食界有人你都會參加的 最不堪的就是李柱銘 你叫他翻艷 湯家驊就去找李柱銘 叫他參加法律界公農組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公民黨 你說謊 我突然說謊 我告訴你 你說湯家驊不可以代表公民黨 你睜大眼睛說謊 你公民黨老實說 李公民黨那個位 法律界那個位是你公民黨的 湯家驊就去找李柱銘 李柱銘親口跟我說的 他拒絕了 你真是 知不知那個醜字怎麼寫 有筆劃幾多 你知不知 各位朋友 我要看清楚這些面目模糊的民主派 你還不好意思問我這個問題 你要堅持2012雙普選嗎 你在這個政綱裏面 全單裏面 全部都沒有2012雙普選的 我告訴你 你是令到我們覺得很反感 不過不要緊 你有陳芳安生 有這個黎智英 是不是 有一本民主是惡勢力 要包辦民主 壟斷民主 我告訴你 你自己回去反省一下 你公民黨回去反省一下 不要趕著社民語 政治江譜是很寬的 我現在告訴你 我現在告訴你 很簡單的東西 一定要的 公民黨從來絕無其事 是叫李柱銘 李柱銘 李柱銘 廣家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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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家華和李柱銘 兩個成年男人 先下地震 政治的談話 是絕對不代表公民黨 甚至是民主黨 是絕無其事 是不是覺得好笑